欢迎大家来到小A老师的西班牙语AE课堂 看着大家一路走来 从不会到会 从迷茫到坚定 也许大家曾经学习的很痛苦 很煎熬 但是人生就是如此 现在很痛苦 等过阵子回头看看 会发现其实那都不算事 我也小小的伤感 再过不久之后 这个渐渐的啊啊的搞笑的声音就要消失了 我们的A1课程要正式告一个段落了 可是人生 我们完美的是太少 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 小A老师特别爱唱歌 虽然有点走音 最后呢我想说的是 你已经走进了我的世界 我便不允许你再离开 这是我们今天的每刻一句 既然大家已经选择了西班牙语 走进了西班牙语的世界 我就不允许你再放弃 无论如何 请务必坚持下去 送给你们不要感伤咯 我只是为了应和一下今天的情绪嘛 大家也可以学走 送给你的亲爱的 赶紧读读手 一起哦 投入一点感情 深情一点 has entrado en mi mundo i ya no te dehu irte 你喜欢吗 好了 那你喜不喜欢这句话怎么问呢 我们上节课还在研究你喜欢 你不喜欢 我喜欢 我不喜欢这个话题 对不对 没错了 问他你喜欢吗 就叫 de gusta de gusta 就是为你喜欢吗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对不对 废话不多说 赶紧来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的主要内容吧 在上节课当中啊 我们学习到了非常重要的动词gustar 以及他的兄弟engandar 我们说这两个动词对于我们来说 可谓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们学习西班牙语到今天为止 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类型的词 我们叫它为始动 也就是中文意思是使谁谁谁喜欢 使谁谁谁着迷 他们的中文意思呢 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动词变味 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使动的时候的特殊性 因为小阿老师已经强调强调再强调了 他不是人做主语 大家还记得吗 是什么东西使我喜欢 或者某一件事情使我喜欢 所以大家千万记得是物来做主语 那我们归纳总结一下 不管是使某人着迷 使某人喜欢 这两个随便哪一个 我们都有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动词原型做主语 也就是说喜欢或者着迷做一件事情 由动词原型做主语 第二种情况呢 是出现一个名词 这个时候呢 是名词的单数形式 以及第三种情况呢 人就是名词 但这个时候要出现的是名词的附属形式 大家是否都还记得呢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情况 我们的Gustad和Engandar 都会需要根据这个单词进行变化 根据你所加上的内容进行变化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 好那除去这个Gustad和Engandar这两个动词之外呢 我们就要来提一提他的人称了 因为小艾老师特别强调过了 这些词都是使某人喜欢的 所以呢 人自然不是主语 我们就要用一些代词去指代一下 对于我来说 我喜欢 就是使我喜欢的叫做me 使你喜欢叫做de 使他喜欢是le 我们喜欢nos 你们喜欢os 以及他们喜欢les 那小艾老师特别强调了一下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会就有ami这个形式 ami解释为对于我 同样的还有一个叫对于你来说你喜欢 那对于你就叫做addy addy 小艾老师说在对于我和对于你 这两个人称的时候啊 通常我们会省略 就直接说me gusta和de gusta 而不用完整的说成ami me gusta和addy de gusta 但是呢 当我们牵扯到其他人称 比如第三人称的时候 就非常有必要把加阿加人说清楚了 比如我们用第三人称的le gusta 那我们就很有必要加阿加人 告诉对方你这个他究竟是谁 又或者是您 对不对 比如说a usted le gusta 那这个时候呢 就解释为您喜欢 a Anita le gusta 那就是阿尼大喜欢 是否都还记得呢 好 那说完了他们的基本使用之后啊 我们上节课还研究了一下 有关于常见的几种喜好的程度 我们有学习嗯着迷 然后呢 很喜欢到喜欢到不是很喜欢到不喜欢到一点也不喜欢 以及到最后的证悟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总共有这么几种情况哦 那先跟小孩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会使用到的动词吧 首先engandar和gustar小孩老师已经提过了 他们全部都是实动的结构 千万不要忘记了物作主语哦 不是人哦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词 我们额外补充了一下 一个呢 是非常讨厌 叫做odiar 也就是证悟这个单词 我们特别强调了一下 是因为它和gustarengandar的不同 它是我们最早以前所学习的那种形式 也就是所谓的人作主语的形式 对不对 就谁谁谁证悟什么什么 odiar直接根据主语进行变化就好了 比如我证悟就叫odio 你证悟就叫做odias 应该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么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额外回顾了有一个我们以前已经学习过的 也是用来表示喜好的 那小艾老师说他呢 更多的时候可以用来表示一个比较 嗯 就偏爱什么什么东西 记得他吗 动词变为是a变ee 不要忘记了 这个动词叫做preferir preferir 解释为偏爱什么什么东西啊 a变ee 所以我偏爱呢 叫做prefero prefero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 记住他就好了 那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他们了 然后排个序吧 我们以你这个人称来从喜好 从最喜欢到最不喜欢来排个序吧 首先你着迷就叫做de enganda de enganda 有同学问我了说 安大安大 你很喜欢可以有de gusta mucho 那你很着迷可不可以有de enganda mucho啊 大家记住了 我这边要强调一下 enganda的这个词啊 本来的中文意思已经有很高的程度了 所以他后面是不能连接mucho的哦 大家千万要记住 不可以有enganda mucho 所以首先最高的级别 你很着迷 那就是de enganda 没有问题吧 de enganda 接下来我们这个情况就逐渐走低了 你不是很喜欢 叫做no degusta mucho no degusta mucho 就是你不太喜欢 那再往下就是你根本就不喜欢 你不喜欢 那叫什么呢 no degusta no degusta 好那最重要的呢 是最后一个词 叫做你一点也不喜欢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一点也不喜欢 叫做no degusta nada 非常好 nada这个词大家要注意哦 no degusta nada 中文意思是一点也不 那么当然了 还剩下最后一个叫做你憎恶 对不对 你憎恶 那憎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叫做odias odias 有没有注意到前面都是ddddddd 只有最后一个大家注意到是odias 直接以你做主语哦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都记住了吗 好 那这样一来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有一道小练习 例句他已经给我们写了两句 我们先来读一读 然后我们自己去完成一下吧 me gusta leer pero prefiero ver la televisión me gusta leer pero prefiero ver la televisión 我呢是喜欢阅读的 对不对 leer 但是呢 我又更偏爱看电视 就是比起阅读的话呢 我就更喜欢看电视了 这样的句式 大家是否都可以理解呢 有这个preferir 来表示更喜欢偏爱什么 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句句子 应该难不倒你了吧 me gusta ver la televisión pero prefiero jugar al fútbol me gusta ver la televisión pero prefiero jugar al fútbol me gusta jugar al fútbol pero prefiero nadar me gusta nadar me gusta nadar pero prefiero correr me gusta nadar pero prefiero correr me gusta correr pero prefiero irte compras me gusta correr pero prefiero irte compras me gusta irte compras pero prefiero estudiar español me gusta ir de compras pero prefiero estudiar español me gusta ver la televisión pero prefiero jugar al fútbol me gusta ver la televisión pero prefiero jugar al fútbol me gusta jugar al fútbol pero prefiero nadar me gusta jugar al fútbol pero prefiero nadar me gusta nadar pero prefiero correr me gusta nadar pero prefiero correr me gusta correr pero prefiero ir de compras me gusta correr, pero prefiero ir de compras me gusta ir de compras, pero prefiero estudiar español me gusta ir de compras, pero prefiero estudiar español 好,那在了解完了各种喜好的表达以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内容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还是一贯的老样子 张大嘴巴跟小艾老师一起念起来 hacer una película es muy divertido, ¿verdad? 好,那大家来连起来理解一下这句话 看看有没有生词哦 película我们见过了 hacer我们也认识解释为做 那连起来就是做一部电影 是非常的 divertido 嗯,好像 divertido有那么一点陌生 但是小艾老师要说的 这一刻的标题叫做 nos divertimos 中文意思是我们玩的尽兴 那 divertido呢 就是这个单词的形容词形式 解释为是有趣的 有意思的 连起来做一部电影是有趣的事情 也就是说去制作一部电影 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veral 那我们知道veral呢 直白的中文意思是真的 那上扬一下就是问是吗 对吗 veral 明白 好 第一个人就说了 嗯,要制作一部电影 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吧 对吗 那对方说 来,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单词 是 si给我们了 那就证明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回答 对不对 那对方就说了 的确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mish amigos是谁啊 没错 我的朋友们 se divierten divierten 我们应该必须做某事 应该必须做某事 那连起来呢 就是当他们必须要 actuar 这个单词也许大家不认识 不熟悉 今天来认识一下吧 actuar 中文的意思叫做表演 演出 那连起来 我们先翻guando 后面的句子 就是说 当他们必须要表演的时候 我的朋友们都玩得很尽兴 也就是说 朋友们在表演的时候 他们玩得很开心 OK 好,那对方又问了 quien es el que está cantando quien es el que está cantando 好了 这一句短小的句子当中 已经包含了我们这一段对话当中 需要截取的精髓了 这是最后两个单词 està cantando 好了 那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整句话的意思 quien我们知道 是用来对人进行提问 对不对 中文意思就是谁 谁干嘛呢 谁是 el que está cantando 大家可以把这个el que的句式 记下来就解释为什么什么的人 如果是男的 那就是el que 如果是女的 那就是la que 是不是很方便呢 està cantando的中文意思是 正在唱歌 而cantando就来自于我们的动词 cantar cantar 唱歌 那cantando是 cantar的什么变位呢 好像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 诶我脑子当中 诶知道的变位都solo了一遍 好像都不对嘛 没错 你solo不出来结果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还没学嘛 这里的està cantando 大家先听小小小的题一下 我们待会儿再一起分析哦 这整句句子就是 谁是那个正在唱歌的人 明白 好 接着那个人回答 ese es Carlos ese es Carlos 那就说了 那个人啊 是卡洛斯 这没有问题哦 ese起到一个代词的作用 指那个男的 对不对 阳性的 男的 单数 ese es Carlos 那个是卡洛斯 Le gusta mucho Imitar a Elvis Bresley 我们看当中那一段 Le gusta mucho 学过没有 Le gusta mucho 是哪个人称 Le是哪个人称 没错 是他 对不对 那这个他是谁啊 谁喜欢 没有问题 是卡洛斯喜欢啊 那个人就问了 那个正在唱歌的是谁呢 人家说 那个是卡洛斯 对不对 那个是卡洛斯 然后呢 他说 他很喜欢干嘛 主要的动词出现了 动词原型 Imitar 大家认识一下 Imitar 中文意思解释为 模仿 模仿 那连起来就说了 那个唱歌的人是谁啊 哦 那个啊 那个是卡洛斯呀 他很喜欢模仿 Hervis Bresley 这个人 OK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后面是一个 可能是个名人吧 反正小艾老师也不认识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 那接着往下 el que está bailando a sudado es Pablo el que está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这个单词叫做 estar bailando 有没有发觉跟前面的estar cantando的剧情很像呢 没错 它们完全就是一个剧式 都是由我们的动词estar 然后加上副动词 中文意思都是正在做某事 那前面的candando是正在唱歌咯 那bailando是正在干嘛 唱歌和什么通常都是在一起的 没错了 就是正在跳舞的那个人 也是个男的对不对 正在跳舞的 重点还有一个方位词 大家跟小艾老师一起见一下 叫做asulado asulado 这边有一个单词叫做su 中文意思是tada 那lado呢就解释为旁边 身边 那连起来就是在他旁边跳舞的 ok 那小艾老师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asulado啊 收归己用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有一个固定的短语叫做a lado de a lado de 解释为在什么什么的旁边 比如说a lado de mesa 那就解释为在桌子旁边 那如果我们是说谁人的旁边呢 那比如说是个第三人称呢 那就是a lado de anita a lado de luis 这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我们是什么 在我的旁边 在你的旁边 那我们就是a mi lado 和a su lado 包括现在书上说到的在他的旁边 那就是a su lado 你能理解吗 好 那连起来呢 这整个句式就是这么说的 啊 那个呢是卡洛斯 他很喜欢模仿 Hervis Bresley这个人 啊 而在他旁边正在跳舞的那个人呢 是Pablo 大家能理解了吗 正在跳舞 是 好 那没问题 我们接着往下来 他说啊 Quién es la que está cocinando ese gran pastel Quién es la que está cocinando ese gran pastel Quién es la que está cocinando ese gran pastel 接着呢 他又继续问了 那谁是那个 记得小艾老师前面提过吧 如果我们问的是一个男人 那么就用el que 如果问的是个女人 那么就用la que 对不对 那现在说明他好奇的肯定是一个女性了 怎么样的那个女性呢 Estar cocinando 大家可以再次注意一下 人就是这个句式哦 estar加上动词的副动词形式 那我们就到着推吧 cocinando的动词原型叫做cocinar 中文意思呢 就解释为做饭 烹饪 小艾老师要说一说自己吧 me gusta mucho cocinar me gusta mucho cocinar 什么意思啊 嗯 我听到了 小艾老师是很喜欢做饭的 对不对 cocinar 那现在连起来书上是说正在做饭 正在做什么东西啊 ese gran pastel 大家认识一下 pastel解释为蛋糕 蛋糕 那gran呢 其实并不陌生 它就是grande 但当我们放在名词前面的时候啊 grande就要去掉 d变成gran gran pastel就是大蛋糕 那连起来就是啊 那那个正在做那个大蛋糕的人又是谁呢 说明正在做大蛋糕 他看见了 肯定是个女的 对不对 所以用lake 大家能理解了吗 回答一下 那那个正在做大蛋糕的女性是谁呢 人家说了 esha es natalia es mi mejor amiga esha es natalia es mi mejor amiga 先告诉一下你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natalia 她的身份是谁呢 mi mejor amiga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mejor在这里 解释为最好的 最好的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如果我要说小A老师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呢 没关系嘛 反正其他人听不到 就在课程当中 大家听听就好了 最好的老师呢 就是 mi mejor professora 没有问题吧 mi mejor professora 都清楚吗 好 还要举个例子嘛 可以不用当真的啊 接着往下 tambien esta en esta pelicula jorge tambien esta en esta pelicula jorge 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看 仔细看一看 这句话应该没有生词 主语是jorge 就是这个人 jorge这个人怎么样 tambien 也 està 在 在哪里呢 这部电影当中吗 应该很好理解 就是说 jorge这个人 他也参与了这部电影吗 也在这部电影当中吗 没有生词哦 小A老师就不啰嗦了 那回答一下 看看 嗯 在不在呢 他说 si mira es el que está leyendo el periódico en este momento si mira es el que está leyendo el periódico en este momento 在不在 他说 si嘛 肯定在的咯 mira 我们学过的 对不对 直白的中文意思是 你看 你瞧 那他通常呢 用来引起他人的注意 那连起来就是 在呀 你看 是那一个人 又出现了这个el que的句式 大家记得哦 男人 用el que 女人 就是la que了 对不对 是哪个人呢 esta leyendo 大家注意一下 人就是这个句式 正在做某事 那这一次的leyendo呢 大家可能推起来 就稍稍有点困难了 因为它是有一些些不规则的 那么它的正常形式呢 就是动词 leer leer 也就是阅读 这个单词 连起来就是 Jorge在不在这部电影当中呢 是的呀 在的 你瞧 就是那个正在阅读 什么东西呢 el veriódico 大家认识一下 veriódico 就是为报纸 正在读报纸 在什么时候读报纸呢 en este momento 就是为在这个时刻 正在读报纸的那个男人 大家能理解了吗 Jorge在这部电影当中吗 是的 所以你瞧 就是这会儿正在看报纸的那个人 他就是Jorge 大家理解了吗 好了 那最后那一句 人家说了 啊 sí 那也就是 见到了 对 así 好 那最后一句总结性的句子 加油加油 最后一句话 también están Maria y Alberto también están Maria y Alberto Mira están montando en bicicleta Mira están montando en bicicleta 好 他说了 同样 Maria 和Alberto 也在 就没有问题 然后呢 他们俩正在干嘛 你瞧 están montando en bicicleta 要记得哦 这是我们上节课当中 已经有学习过的 那一些闲侠活动当中 提到过的这个动作 对不对 我们是和那个骑马 一直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说骑马是 montar 然后骑自行车 是montar en bicicleta 有没有印象 所以呢 这里的montar en bicicleta 应该没有问题 骑自行车 但是呢 我现在要表达是 他们正在骑自行车 所以有一个 están montando 说到底 人就是我们 estar 加上 互动词的形式 而此时此刻的主语 是两个人 是Maria 和Alberto 这两个人 对不对 所以我的estar 变成了 están 第三人称的负数 嗯 Maria和Alberto 也在这里 然后呢 你瞧 他们俩正在 持出行车 大家都明白了没有呢 好了 那既然都明白了 感情跟小艾老师 从头到尾 来连读一遍 然后我们喝杯水 回来 一起研究一下 这个重要的知识点吧 加油 一起来连读一下 做一个镜子 是很 divert的 对不对 做一个镜子 是很 divert的 对不对 是的 我的朋友 很开玩 很开玩 啊, ¿quién es la que está cocinando ese gran pastel? ¿Quién es la que está cocinando ese gran pastel? Esa es Natalia, es mi mejor amiga. ¿También está en esta película Jorge? ¿También está en esta película Jorge? ¿También está en esta película Jorge? Sí, mira, es el que está leyendo el periódico en este momento. Sí, mira, es el que está leyendo el periódico en este momento. ¡Ah, sí! ¡Ah, sí! También están María y Alberto. También están María y Alberto. Mira, están montando en bicicleta. Mira, están montando en bicicleta. ¿Vale? ¿King está en la microwave o harán mucho? ¡Mira! ¡Están montando en bicicleta! 那在刚刚那一段对话研究完了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要正式去研究刚刚对话当中最主要的那个句式了 也就是我们前文出现过无数次的estar加上副动词 那刚刚呢我们在解释这个文章意思的时候啊 大家都已经明白了estar加上副动词的中文意思呢 解释为正在做某事 那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研究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个究竟如何来使用我们自己又可以怎么去变化呢 estar加上副动词的这个形式是已经有了 那副动词究竟又是什么呢 又是哪里来的怎么变呢 带着这么多的疑问我们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首先我们先来确定一下副动词究竟为何物 大家要记住了副动词呢 是我们动词的一种变体形式 大家听清楚哦 只是变体而已可不是动词的变位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动词啊 都有副动词的形式 而所有的动词都只有一个副动词的形式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所有的动词 副动词是不需要根据人称变化的 OK 副动词是不需要根据人称变化的 只有一个形式而已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副动词究竟应该如何来变化吧 首先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规则的副动词的情况 首先我们先来找一下以R结尾的 如果是以R结尾的动词呢 我们要变成副动词 就是去掉词尾的R 换上ando 而接着呢 我们有er和ir结尾的单词 那如果我们要变成副动词呢 就去掉词尾的er和ir 然后加上endo 那这样呢就可以变成了 那好 我们就赶紧来试试看 R,R,IR各找一个单词来试试看吧 首先我们来找一下以R结尾的 那么以R结尾的比如最近点的那个单词叫 estudiar estudiar 那我们去掉词尾的R 然后呢加上副动词 那连下来就是estudiando estudiando 好 接着来再来一个以R结尾的 那我们去掉词尾的er来变一下 比如comer comer 好 那吃饭这个单词去掉词尾的er加上yendo 所以呢 它的副动词形式就应该叫成comiendo comiendo 好啦 R也有了 er也有了 还剩最后一种情况 也就是以R结尾的 那我们说一个也比较常见的吧 以R结尾的叫做escribir escribir 解释为写字 对不对 那我们去掉词尾的ir 然后加上yendo 所以escribir的副动词就叫escribiendo escribiendo 大家都读清楚了吗 再来跟我一起 我们来试一下 R,R,I 都再来读一遍哦 大家会读出那个N的感觉 来 estudiar estudiar estudiando estudiando comer comer comiendo comiendo escribir escribir escribiendo escribiendo 大家都答对了没有呢 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了吧 好 那接下来我要接着往下说了 嗯 复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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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的形式我们已经学会了 但大家学习西班牙语到今天啊 几乎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 就是我们所有的变位呢都不可能是完全规则的 那复动词也不例外 我们复动词也有特殊的情况哦 那严简易概的来概括一下呢 复动词的特殊情况只有三种 大家跟小艾老师一起来学习一下 啊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究竟不规则的有哪三种呢 第一种叫做a变1 也就是说这个动词的原型当中是出现a这个字母的 但是当它变成复动词的时候呢 我们要将这个a变成1 比如说有一个最经典的单词叫做服务 它的动词原型呢叫做servir servir 那我们在变位的时候呢 本来动词当中有e对servir 那它的复动词就叫做serviendo serviendo 大家听到了吗 e变1的变化哦 千万不要忘记了 好 那第二类呢叫做o变u 也就是同样的道理 本来动词原型当中有o的 变成复动词以后啊 我们要将这个o改为u 那最经典的那个单词 莫过于睡觉 dormir这个单词 本来动词原型是o dormir 对不对 而它的复动词形式呢 就应该叫 没错 听到了 叫dormiendo 大家听好咯 dormiendo 不再是dormiendo了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呢 就是最后一种情况了 那比起前面的两种情况啊 最后一种情况反而比较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有没有发觉 我们刚刚前面说的e变1也好 o变u也好 如果你忘记变的话 一读是不是就发现了 就路线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servir 如果你没有变成sirviendo 那serviendo是不是很明显就不对了 但我们现在要见到的这个情况呢 它读起来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leer这个单词 来大家先跟安大一步一步想哦 根据规则来说 leer去掉词尾的er加上yendo 是不是应该叫leyendo 是不是这么念的啊 leyendo对不对 但现在它应该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一看 我们刚刚对话当中 那个leyendo有没有找到 啊它怎么样 它把那个e这个字母 换成了一个lega 它换了一个字母而已 但是发音上 是不是人就是完全一样的 你读leyendo和leyendo 是不是完全一样呢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当中 大家就注意一下了 这最后一种不规则的情况呢 就是改换字母 但完全不会影响发音哦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了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把副动词的变化形式 全部告一个段落了 以后就算遇到不规则 那小艾老师告诉你 这个人的不规则是欧变乌 这个人的不规则是a变一 这个人的不规则是eglega 你是不是就能够对号入座了呢 那我就先不啰嗦了 变位形式先说到这里 接着呢 小艾老师还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 就是请大家注意一下 副动词在我们西班牙语当中啊 是没有阴阳性 没有单复数的 刚刚我们在变化的时候就说过 他不用根据人称变 现在要再强调一遍 副动词是没有男女 没有单复数的 比如说你要说anita正在学习 叫anita esta estudiando 那如果你要换一换 换成anito 是个男的anita 男孩子 那也叫esta estudiando 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哦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都明白了没有呢 那副动词呢 在我们西班牙语当中啊 其实用法有很多 但截止到今时今日呢 我们不用纠结 只需要掌握这唯一的一个用法就好了 叫做estar搭配上副动词 中文意思就直接解释为正在做某事 当我们要表示不同的人正在做某事的时候 只需要把estar进行相应的人称变位就可以了 谁谁谁正在做某事 把estar根据你的人称进行变化 如果是我 那就是estoy 你就是estas 你都记住了没有呢 好了 那如果这个句式大家都掌握了 也都明看副动词的变化形式了 那下面的这两道小练习 应该难不倒你了吧 María y Alberto están montando en bicicleta. María y Alberto están montando en bicicleta. Los que están comiendo son mis amigos. Carlos está cantando. Carlos está cantando. Natalia está cocinando un gran pastel. Natalia está cocinando un gran pastel. El que está leyendo el periódico es Jorge. El que está leyendo el periódico es Jorge. María y Alberto están montando en bicicleta. María y Alberto están montando en bicicleta. Los que están comiendo son mis amigos. Carlos está cantando. Carlos está cantando. 30 minutos. Suscríbete aquí.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感谢观看 还记得小A老师在之前的文化赏息环节里 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过荡气回肠的阿根廷Tango 去见识过热情奔放的西班牙Flamingo 那今天我们将继续舞动青春 去看一看越来越风靡和火爆的Salsa舞 也许你曾经早就耳闻过这个名字 沙沙舞朗朗上口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它正确的名字应该是Salsa 也就是最纯正的西班牙语发音 西班牙语发音为Salsa 所以又称它为Salsa舞 它最早是起源于古巴 而现在是当今欧美非常流行的社交舞蹈之一 Salsa在西班牙语当中的意思 有食物的调料酱的意思 最早以前指的是番茄味的调料酱 又略带一点点辛辣的一种酱汁 这种舞蹈跳起来就如同Salsa酱一般狂野 舞者要以火辣的热情去感染全场 它的火热程度可想而知 在纽约和佛罗里达等拉丁社区得到了一个发展 逐渐Salsa舞就被分为了很多种风格 不同地域的Salsa舞都略有不同 但是基本步伐都是雷同的 那我们主要有美国纽约的Salsa舞 哥伦比亚的Salsa 美国洛杉矶的Salsa 以及古巴的Salsa Salsa舞呢一直都有民间拉丁舞的称呼 它的风格非常的平民化 自由的气息非常的浓郁 它强调个性化不受拘束的舞蹈风格 同时呢因为脱胎于拉丁舞 那它保留了典雅的气质 这样一种雅俗共赏的激情热舞 自然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 Salsa舞是一种节奏强烈的双人舞 它讲究两个人的配合默契 在周围人的眼里啊 正在跳Salsa舞的男女 仿佛正在坠入爱河 所以呢也有人把Salsa舞称为 催生爱情的魔法舞蹈 Salsa适应的人群呢 年龄非常广泛 从学生教师建筑师律师 到各行各业的人都非常的适合 更可以调整服案工作者四肢僵硬 让不解风情一本正经的上班族们 好好地释放自己 那在听课的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赶紧一起去好好感受一番吧 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着课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 joka Ur antic communion 智耶滋滚ede MC恤 我来说多迷 Barking 受利给你帮助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